7月28号 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17分的通话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将访台之际 双方在台海问题上的沟通格外受到瞩目 通话后 习近平和拜登分别通过新华社和白宫官网划出针对此次通话的官方通稿 恰恰也是在台海问题上各说各话 在新华社的通稿中 习近平一如既往使用战狼式的措辞 警告美国玩火必自焚 新华社还声称 拜登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 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 而白宫的通告中 拜登只是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变 相反 拜登强调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者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单边努力 这句话明显是在警告中共 不要单方面挑起台海战争 做出任何打破现状的举动 而美国如此强烈的立场 也没有完全在中方的通稿中出现 在其他通话内容方面 白宫具体提及的只有气候变化和健康安全的问题 新华社则着重强调 习近平大谈中美的大国职责 同时敦促美国不要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 也不要搞脱钩锻炼 强硬的措辞下反而暴露了中共身处的被动局面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